今天是一期服饰类别的开箱视频 是我的从某宝和某银上面买的衣服的集运 淘宝的衣服是依旧的好看 加拿大的衣服是依旧的拉垮 穿上的这一件小毛衣 这种粉啊白色的这种渐变的小毛衣 肚子这边呢全部都是做的小小这种山茶花的设计 一种甜而不腻的那种秋冬氛围感 那是完全不扎的 而且你们真的无法去想象我这件衣服有多便宜 我在抖音的那个直播间买这件衣服 然后补到100人民币 是不是超级便宜 中式的秋冬的衣服 非常适合过年的时候穿 秋冬的旗袍 所以它的料子是用的非常的厚 你看它上面这个小毛毛领啊 然后前面是这种开心的设计 就是非常我们的中国的元素 然后整体它的手臂这个地方呢 也是做的这种假两件的形式 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 做的非常的OK 因为明年是兔年嘛 所以你看上面的这个小兔子 简直就是非常的可爱 是侧边开心的形式 所以是隐隐约约的能够露一下我们的腿 上面搭了一个是一个这样子毛毛的小背心 做了小兔子的刺绣 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小扣子 小盘扣也是做的这两个小兔子叠在一起 然后胸型式的小连衣裙 它也是长裙类型的 然后前面部分这个地方呢 是带了一个开叉 它的胸前这个地方呢 是自己做了带胸垫的 油白色 然后上面卡了这种 bling bling的小小的小闪片 然后搭配上这个小小像鸵鸟毛的这种质感呢 我觉得是非常的精致 如果你是有年会的话 穿这套衣服绝对不会出错 而且圈的毛毛是可以拆掉的 不喜欢那么夸张的小姐妹们呢 下去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看的裙子 然后如果是洗起来也非常方便 特别的一个连衣裙啦 这家就是很纯郁的淘宝店铺上面 买了三件套 首先买的是一个这种海马毛的这种小开衫 它特别的柔顺 就是有点像那种小兔子的感觉 这条是一个短的毛衣裙的形式 这两个衣服搭在一起呢 就是有那种软糯纯郁感 温柔又可爱的衣服 同时呢我还买了一件粉红色的打底衫 可以任何的裙子啊 然后或者是裤子都是ok的 它就是起到一个叠穿的作用啦 非常好穿的光沛神器 这边这个是黄小姐家的光沛神器 然后这边这个呢是范希莉家的 你们可以就是在这个上面对比一下 这个颜色其实就能大概看出 黄小姐的这个是更加白一丢丢 然后范希莉的这个稍微暗一点点 但是他们在光沛神器里面 其实都已经是算 相对偏白一点点的了 先来讲我更喜欢的这个黄小姐他们家 他们家是我穿过之后 我发现它真的不勾丝 这个指甲上戴的是一个小蝴蝶嘛 我来拉它 你们看它 就完全也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经常做美甲的女孩子来说 真的是太友好了 画的这一款就是范希莉的这一款 其实它上腿也已经非常的真了 对比黄小姐家 它的料子是更加的薄一些 然后但是它也不太容易勾丝 如果你是想买稍微薄一点光沛神器 然后你本身的肤色是一个正常肤色 并不是说非常白的那种女孩子 我推荐你们去买这个范希莉的这一款 这款好像也是那个 关小童有在推荐过的 比较白然后喜欢厚一点的女孩子 可以选这一款 风衣的这个形式 它是一个修身的 在腰部这个地方其实跟你掐的是蛮好的 上班的小姐妹们应该会特别喜欢的 它本身就是把腰身掐的又比较细 然后呢里面你可以搭配一个就是 头带或者是丝带的那种小衬衣搭配起来 应该会也很好看 浅浅的粉 然后它中间带了一点点的紫调 所以这个温柔感拉得非常的好 还有小香风的套装 香玉紫色 细节呀 这个车线走线 包括它上面带的这些小的扣子 这种珍珠感 其实做的都是非常有光泽的 所以一点不会显得很cheap 然后它这个下半身呢搭配的也是同款的这个一个半裙 在光下面bling bling的 显得整个人也很特别 我穿起那种低调的年会呀 我觉得也会非常的适合 侧边开刹的 它是做了一个这种鞋向下的形式 小毛衣 它就是非常的简单 但多了这一条 然后其实还蛮有设计感的 它整体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阔形 然后上面大 然后下面是渐渐的收下去 里面就可以搭他们家同款的这种紧身的毛衣小长裙 其实会显得你的腰身 还有你的臀腿的比例非常的好 背景面很流行的那种毛毛鞋呀 本身就是带了一些厚度的 所以我觉得 对矮个子的女孩子 或者想要显腿长的女孩子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友好 有秋冬的那种氛围感啦 真的好喜欢毛毛的衣服 它上面是带了一圈小小的这种毛毛 然后卡其色和粉色这种连接在一起 穿上身超级的乖 然后也是可以搭配我前面说的那个毛毛鞋子 真的很好看 然后里面的内衬那搭 我买了一个这种白色的小高里的那搭 跟我前面买过那个粉红色的是一样 我觉得这种颜色就是在秋冬是非常的适合 我在小红树上被这个小背心刷爆了 毛毛绒绒的 真的是质感非常的好 它做的是类似这种小羊羔毛的设计 接下来的这一套呢 是在一个抖音直播间买的 当时就是觉得它非常的便宜 想说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就小香风的小套装 然后它首先呢 上半身就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小香风啊 然后它的领子这边是做了一边小小的磨边 双层磨边 整体呢 我买的还是加厚的款式 那其实加厚的款式也没有很厚 那我觉得普通款式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薄吧 半身它也是搭配了一个小小的长裙 后面这个地方是做了这种收紧带的设计 我觉得就是如果最近有稍微吃胖一点的小姐妹们可以穿的 那就是非常的友好啦 小香风嘛 我觉得就是永远不会出错 这一套呢 就是更加的日常一些 那这一波软弱香甜的这种千金氛围感的衣服 就是到这里啦 好啦 二人玩这里是你们的困困呀 如果你还没关注我的频道呢 请给我的频道点一个赞 点一个关注 你的任何一个形式的鼓励 对我来说呢 都是非常大的支持啦 好啦 二人玩这里是你们的困困呀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